拒绝挂号,电视台主任长官女医生还强行将钱塞进其胸口,近日网铺广东和原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遭患者殴打监控显示一男子将钱往女医生胸部塞后,又筛了一巴掌和原广播电视台声明称,打人男子为电视台发射中心主任已暂停其职务,并责承道歉警方已介入调查。 近几年医患问题沸沸扬扬医闹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且先不论医闹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一个说法,但一些医闹的做法着实令人头痛不已问题,发生不仅在于医生本身,也有一些患者不理智造成的后续影响。 可这愈演愈烈的医患关系终究是和原因导致一些人提出医患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于当前的医疗制度,这种说法其实是将矛头指向医院的收费。 如今的看病男不仅是排队挂号男,更是看不起病的为难,很多患者家属已经倾家荡产,却仍旧出现各类事故。 必然会让家属无法冷静在近日广东和元,又发生了一起医疗问题。 事情发生在10月30日,广东和元一男患者,因挂号问题,拿钱扔向女医生,并扇了对方一巴掌。 院方报警男子家属,趁他不知挂号流程因为等得久,情绪失控家人事后去道歉。 那女医生表示,不接受道歉警方已介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